接著要進入的重點叫做季節 好,第一個要先各位介紹黃道 前面帶過了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叫做黃道 是一個橢圓形 不過你平常看到那個橢圓都太橢了 其實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是橢圓 可是它是一個非常接近正圓的橢圓 你用眼睛看你絕對會覺得它是一個圓形 你用肉眼看會覺得它是個圓形 數學上它是一個橢圓 那麼在黃道上繞一圈叫做一個回歸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 在黃道上繞一圈叫做一個回歸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個平均太陽日 這要知道一下了解 這應該算是常識啦 一年365天應該算是常識了 OK 重點 地球的自轉軸 地球的自轉軸 沒有垂直黃道面 沒有垂直黃道面 歪了23.5度 因此造成一個結果 因此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公轉一周直射的位置會不同 因此引發出後面點點點的事情 OK 第一件事情 記住 二十三點五度 地球自轉軸 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第二個 不是所有答案 都是二十三點五度 地球赤道 自轉軸 然後這叫做黃道 因為自轉軸 沒有垂直黃道 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這邊有一個叫做黃道 我沒有垂直 我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問題 那我跟黃道加幾度 我沒有垂直 我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那我跟黃道加幾度 六十六點五度 要背 但是不是什麼答案 都是二十三點五度 第二 這個叫做黃道 這個叫做赤道 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應該這樣子 赤道 赤道 歪了三點五 所以這個角度幾度 二十三點五度 二十三點五度 現在天文學上叫做黃赤交角 二十三點五度 黃道麵跟赤道麵夾角夾二十三點五度 好 要能夠理解 那剛剛跟你講過了 因為歪了二十三點五度 所以造成一個結果 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我的自轉軸永遠對著北極星 然後呢 繞一圈 你就發現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改變 這裡直射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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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是太陽的意思 E是赤道的意思 所以就會直射位置會不同 然後就帶出了節氣 帶出了節氣 OK 對二十四一道 再說二十四節氣 最北直射北尾二十三點五度 碰到他就要回頭 所以叫做北回歸欠 這一天叫做夏至 最南直射 最南直射 北尾二十三點五度 這天叫做夏至 最南直射 南尾二十三點五度 碰到他就要回頭 所以叫做南回歸欠 南回歸欠 這天叫做東赤 這天叫做東赤 這天叫東赤 這天叫東赤 從北尾到南尾 中間要經過赤道 從南尾到北尾 中間要經過赤道 所以有 直射赤道的時候 叫做春分或者是秋分 春分和秋分 這都是這些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都是節氣的名稱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說 來來跟各位說 好 來 各位帥哥美女 這個箭頭 有人朝左 有人朝右 轉法 有人逆時鐘 有人順時鐘 不管我是朝左還朝右 適中還是逆時鐘 你都要會看得出來 這上面四個點 誰是春分 誰是秋分 誰是夏至 誰是冬至 好來 你 我怎麼知道 誰夏至誰冬至 看直射哪裡 這個圖上 一是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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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直射南尾二三點五度 所以這個叫做 冬至 S太陽 直射北尾二三點五 最近叫做 夏至 所以這個叫做冬至 這個叫做夏至 所以你就看出來 來 這個圖上面 這個是冬至 這個是夏至 那問題是 誰是春分 誰是秋分 這邊有一個甲 這裡有一個乙 甲跟乙 誰是春分 誰是秋分 你怎麼知道 甲跟乙誰春分 誰秋分 你怎麼知道 10號 10號 就是躲起來 那個人就是你 你怎麼知道 誰春分 誰秋分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甲春分 還是甲秋分 上面那個叫做甲 甲春分 請坐 來我怎麼知道 誰春分 誰秋分 我 逆時中轉 對不對 逆時中轉 北加跟逆時中 冬天晚上換誰 冬天晚上換春天 春天晚上換夏天 夏天晚上換秋天 所以甲是秋分 乙是春分 我怎麼知道 誰夏至誰冬至 看他直射哪個半球 有學生這樣說的 這個是南半球 屁股潮太陽 所以冬至 這個是北半球 頭潮太陽 所以叫做 夏至 也可以沒關係 北半球 潮太陽 夏至 南半球潮太陽 冬至 所以我怎麼知道你是 我怎麼知道你是 下次來冬至 看 紫色哪裡 看誰潮太陽 我怎麼知道誰春分 還秋冬 轉啊 歷史中轉還是 順時中轉 然後春夏秋冬啊 你就知道 然後我跟你講了 你就是要 不管我的箭頭朝左還朝右 不管我畫的順時中轉 歷史中轉 你都會認出 春夏秋冬 然後你就知道他直射何處 然後因為你知道直射何處 你就回答我後面一坨拉股的問題 後面那一坨拉股的問題 都跟他直射何處 有關係 所以這就是 你需要了解 需要回的地方 OK嗎 OK